今天不讲策略 讲点开发理念上的东西 完全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 且幼稚可笑的个人看法 因为毕竟我已经脱离软件工程这个行业很多年了 所以不感兴趣的就早点叉叉 感兴趣的还请帮忙点个赞 感谢感谢 有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交易系统 可能不同的人来开发 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同样我们在挖掘策略的时候 如何才能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 花费过多的时间 面对这两个问题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这个做法 应该可以给部分同学一些启示 我们开发EA的过程 也就是编码的过程 其实完全可以从传统的IT行业中 学习到很多的经验 我们先看一下早期这个IT行业项目的开发流程 也许你目前开发EA 开发量化策略的方式就是这个流程 传统IT开发流程 倾向于使用一种叫做瀑布式开发 就是开发的各个阶段 各个任务 就像是瀑布流水一样 从上到下 一个接一个的进行 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界限 且不可逆向的流动 通常就是需求调研 需求分析 架构设计 原型设计 再加上漫长的开发阶段 编码阶段 测试阶段 一般来说 只有经过了最后的部署上线之后 我们开发的这些应用程序 才能够达到用户端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用户的反馈 那么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有时候用户嘴上说的 他想要的 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 他说不要的 你也不能确定 下一秒他需不需要 就说白了 用户可能也不知道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可想而知 针对于一些复杂的项目 走完这整个的漫长的流程 开发出来的东西 大概率 并不能真正的满 满足用户的需求 这是因为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都没有一个用户 可以参与进来的 或者说 没有一个可以进行测试的 一个产品出来 都在闷头干活 整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都是在一些毫无用处的功能上 并且 我们这些牛马 在开发的过程中 对于功能的真正需求上 我们是没有任何反馈的 我们只有在最终的 整套流程走完之后 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 原来这个功能 根本没必要开发 原来那个功能 才是我们需要花时间 花精力去做的 而当我们意识到 这个项目真正的问题 所在的时候 我们想要去纠正 这里面的问题 去重新的梳理需求 去重新的反攻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成本问题 它所花费的代价就比较大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项目 最终都走向失败的一个原因 像我很多年之前 还在这个职场的时候 参与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项目 但是目前还活着的 只有两个 剩下大部分的 可以说90%的项目 都已经死了 可能生命周期 就只有一年 这一年可能也就是我们开发的时间 那么说这些 跟我们开发量化程序 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在开发这些交易系统的时候 里面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组件 比如说什么进场信号 出场信号 过滤器 资金管理 止损 止盈 如果我们也是采用这种 瀑布流的开发方式的话 那就意味着我们 首先会在 完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 去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开发这一系列的流程 然后直到最后 我们策略完全写完 进行回测的时候 才会知道 所有的这些流程组合起来 它的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 好的话 我们就不多说 也许它是可以更好的 但是你不知道从那里优化 如果结果是不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哪一个组件 影响了最终的这个绩效 是我们的这个出场信号不好 还是说我们选择了这种 止损方式不好 还是说我们的过滤条件不适合 这些我们都很难得知 尤其我们今天所开发的这个策略 核心逻辑上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你加上了很多 无用的功能 无用的逻辑 但是你又不知道是哪些逻辑影响的 从而你可能就觉得这个策略 它不行 就把它丢弃了 并且所有复杂的这些条件 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难去 也不说很难吧 就是比较难去确定 我们的系统究竟有没有真正的 非常准确的 按照每一条规则去进行 那么针对于类似的这种问题 传统的IT行业 它是如何解决的呢 它们早就研发出一种 被称为这个敏捷性的开发流程 是瀑布模式的一个优化 它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迭代 反馈 我们把要开发的这个应用程序的 所有功能 拆分成不同阶段的组件 每个组件在开发完成之前 都要经过一系列的工作 并测试 产生出一个完全可用的最小产品 只有当我们对目前这个阶段的最小产品 感到完全满意的时候 我们才会继续开发下一个组件 然后不断的去循环 不断的反复迭代这个过程 直到最终交付所有的需求 这里我借用阮一峰老师 他的一个举例 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 就是这个SpaceX公司 他想造火箭 想把人类送上火星 但是他也不是说一开始 他就要造个大火箭 而是先造一个最简陋的 满足最基础功能的一个小火箭 一个版本1 然后第一次发射就爆炸了 总结问题 反复的去迭代 直到第四次发射 才成功的进入了轨道 然后在此 版本基础上又开发出了 这个中性火箭 9年中发射了70次 最后才开发出重型火箭 那么如果说SpaceX 他不采用这个迭代式开发 他是一上来 他就是采用这种瀑布流逝 一上来他就要造个大火箭 那么他可能就是 钱花了不少 但是最终还无法上天 而且中间反攻的这个过程 可能成本就很高很高 那么就是说 敏捷性开发这种流程 它意味着每一个新增的主件 或者说新增的每一个功能 对于我们开发来说 都是可控的 也同样意味着 我们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 如果这个阶段不符合我们 或者说客户的要求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去识别问题的所在 并且修改它 也不需要牵扯到大量的反攻 它就像是这个 癌症的这个早期和晚期一样 虽然都是有癌症问题 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治疗难度 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反复执行迭代的这个过程 直到最终我们的产品交付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大概率就知道 它能否满足用户的需求了 那么这套流程 或者说这个敏捷性开发 它如何能帮助我们这些量化交易者 简单来说就是 当我们在开发量化EA的时候 在每一个新的条件增加的时候 我们都要经过完全的测试 比如说 我们首先去开发这个进场信号 和出场信号 仅此而已 它只是信号 没有任何的这个过滤器 也没有止损 止盈 资金管理 仓位控制 这些通通都没有 只有进场和出场信号 但是它可以完全满足的 满足一个基本EA的一个运作 然后我们把这一阶段的这个EA 使用默认的参数 去做一次简单的回测 那么这一次回测 大家不太需要去关注 它的绩效究竟有没有多好 因为这个阶段 我们关注的就是信号 有没有被正确的执行 你检查信号的这个过程 可能就会发现 进场逻辑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进场是RSI 你最初使用的是 这个RSI进入超买超卖的 进出场信号 而你观察这个版本E的 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其实RSI使用进入超买超卖 并离开超买超卖的 这个出场信号会更好 或者说使用RSI的突破会更好 那么这个阶段 你就可以进行 进出场逻辑的这个查却不落 而在进行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也会发现 这套系统有它所适应的行情 与它不适应的行情 那么当你完成 这一系列的工作之后 你觉得没有问题了 你都满意了 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那么下一个阶段 你可能就会添加 各种的这个过滤器 来让EA去做适合它的行情 适合趋势的去做趋势 适合突破的做突破 适合这个均值回归的去做震荡 那么这一个阶段 你完成之后 你又会得到一个完全可以工作的 一个基本的EA 然后继续使用默认的三数 去做简单的回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这套系统它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过滤器 或者说它究竟适不适合添加过滤器 你可以把这一阶段的这个回测结果 与第一阶段的这个回测结果进行对比 观察你最终的这个绩效 有没有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些添加上去 但是最终的这个回测结果 并没有显著提升的过滤器 比如说这里 这个阶段是只有进出场信号 然后这里的话 我是添加了一个过滤器 然后添加过滤器之后 它的所有参数的表现 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反而有下降 周大可能有稍稍微微的提升一点 像这种过滤器 我通常建议就是直接去掉 它没有任何的作用 就不要添加了 而且一般来说 我们添加过滤器的时候 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 这里的O-Trade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样本数量 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牺牲 如果添加上去还没有好的提升 还牺牲了这个样本数量 那我就觉得这个得不偿失 那么针对于那些添加上去之后 绩效有明显的提升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这个进一步的开发 你可以添加其他的这个过滤器 比如说什么动量过滤器 造成过滤器 或者说你就是在 这个原有过滤器上 做相应的修改 也可以 就是不断的去反复重复迭代 这个过程 找出那些对于这个策略 真正有效的逻辑 注意这个阶段 不要做任何参数上的优化 我们只是做大的逻辑上的改动 而不是去做优化 那么在之后你可能 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什么 添加仓位计算 添加止损止盈 那么通常来说 你这个过程 执行到止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大概率的话 你会发现 你的绩效相比 没加止损模块的时候 会有一些下滑 有时候下滑的这个幅度 还挺明显的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想要止损 你想要心理上的这个舒服一些的话 你就得接受这一点 之后呢 就是不断的重复迭代这个过程 在你的这个量化系统上 添加不同的功能 然后在每个阶段分别的去做测试 最终你就会得到一个 令你满意的交易系统 当然这个过程相比 瀑布式开发来说 它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 要麻烦一些 并且 并且它不是说 每一次都可以令你满意的 可能你在某一个阶段 开发完成之后 你也做了很多测试 你会发现 不管你添加什么样的逻辑 什么样的组件 这个阶段的策略 它就是不能够让你满意 并且上一个阶段 产出了这个EA 你也不满意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你就直接放弃这个系统 再找其他的这个策略去开发就可以了 它就说明你这个 今天选择的这套系统 它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你就别浪费时间了 并且通常来说 放弃的这个频率还是挺高的 好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 且优质可笑的个人看法 我相信这个网络上 技术相关的这个牛人很多 所以我今天如果有说的不对的 或者说 您有更好的一些想法 欢迎友好评论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